恩女365 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怎么样每一天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呢 进入到八福里面的第五个福 这是我自己很有感触的一句话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闭蒙连续 一个人对人宽容 你就上帝就享受神给我的宽容 一个人对别人狭窄 天天挑别人的毛病 抓住别人的问题不肯放 我真害怕主念用同样的方法对我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 因为人重的是什么 收点是什么 圣体上也说 你要人怎么带你 你就先怎么带别人 我渴望上帝常常 因为我知道我的毛病 我知道我的问题 我知道我常常得罪神 我知道我的老毛病又来了 我需要我每次老毛病又来的时候 跟主说对不起 我希望他连续 怜悯 体恤我的软弱赦免我 那么我就要学会一件事 当我周围的人 他们做错事 他们得罪我的时候 我又没有放过他 我多希望在我做错事的时候 主你愿意放我一马 但是我周围的人做错事的时候 我愿不愿意放过他呢 连续人 怜悯 哎呀 小孩子嘛 怎么办呢 体恤 哎呀 在那个 站在他的立场替他想一想 要是是我 我大概也会啦 好吧 就放他一马吧 你也正在面对 生命当中你周围的人 对不起你吗 今天你会看到这一集的恩典365 绝不是偶然的 主没有告诉你 你弄错了 你冤枉人家了 是 那个人是对不起你 他做的事情真的让你很生气 真的很恶劣 但是你愿不愿意跟主说 我要学这个功课 因为我知道 我也常常会做对不起神的事 我也常常会做得罪神的事 当我做对不起神 得罪神的时候 我希望神 主要你赦免我 放我一马 那么今天 你愿不愿意也赦免他 放他一马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闭蒙连续 为什么愿意连续他 为什么愿意放他一马 第一 认识自己 因为我发现 是啦 我现在真的气你气得要死 你做这个事情真的恶劣极了 但是如果我真的认识自己 我就会发现 我也常常做很多恶劣的事 我也常常做很多不对的事 对不起人 对不起神的事 如果我也是这样 放别人一马 没那么难 因为大家一样嘛 你半斤我八两 哎呀算了算了 另外一件事是认识神 当你真的知道神是爱 神是宽广 你真的知道神是怜悯 当你站在神的面前发现 主啊 我做了那么多糟糕的事 你都一次两次三次五次 放我一马 主啊 我是你的孩子 我也要像你一样 当你真的认识神 你知道神是怎么放我一马的 你要放别人 就没有那么难 当你真的认识自己 发现我也和他一样 常常干这种很恶劣的事情 放他一马 没那么难 祝福你 我还是说 今天你会看到这一节恩典三六五 绝不是偶然的 主爱你 他要带你走出那个不饶恕的监牢 试试看 想想自己 想想神 连续人 你会有福 不是被你饶恕的人有福 是你自己会有福 因为你比蒙连续 你会有福 你会有福